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 熟悉的台詞、熟悉的對白又回來了 因為蟲蟲哥哥知道農曆新年快到 我準備了一本關於農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的英文書和大家分享 我會一年七日、一年七集 和大家分享農曆新年的小知識 實行一邊看書、一邊學英文、一邊了解 中國傳統節日農曆新年 如果不想錯過整個系列 記得訂閱我和按鈴鐺 Let's Go 好了, 接下來一年七日、一年七集的 英文故事會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本《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 蟲蟲哥哥就會在這本英文書裡面 去選一支小故事是關於Chinese New Year的 和大家去分享 這本書的編繪是《七色旺光》 而出版社就是《和流文創》 今天是第一集 會和大家分享什麼故事呢? 是這個《Legend of Nian》 讓我們一起來翻開這個年獸的故事 A beast called Nian came to the village every Chinese New Year's Eve and prayed poultry 有一隻叫做年野獸 每年的農曆新年的年三十萬 都會來到村莊裡面 吃小村民的雞 雞 雅 雅 喱 喲 雅 娛 Witch 燉 范 芙 狗 豬 豬 豬 等等的這些 Olá The villages suffered a lot 村民都好受苦啊 So they tried to find the weakness of Nian 他們希望去找到年獸的弱點 They discovered that Nian was afraid of the color red, fire and crackling sounds 他們發現了原來年獸很害怕紅色、火和爆炸的聲音 So people hung red peach planks, built bonfires, and made a lot of noise with sticks 因此村民掛了一些紅色桃紅色的木板 Shoked and scared, Nian craps back to his cave Nian 年獸又害怕又嚇到,然後他爬回到自己的洞穴 With New Year's Eve having passed peacefully People left their homes, happily to congratulate each other And celebrate with liquor and songs 當年三十萬平安地度過之後 村民都離開家,很開心地和大家互相祝賀 還有,又會喝酒啦,又會唱歌啦 去慶祝這件事終於完結啦 咦,你可以見到,這邊有個叔叔拿著火把 與其喝酒、煮 Clan 聲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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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開懷大閉 The custom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uscle and流血 стала將 Nest moon year Isaot 這個的習俗就自此一代 傳一代 就形成了農曆新年的傳統啦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第一個年獸的故事 當然第一集就不會只是分享一個故事這麼簡單 第二個故事即將就會出現 接著我就會跟大家講講第二個故事是關於Dots Sweeping 是大掃取 大掃取不知道大家在家已經做了沒有 已經準備好過農曆新年沒有 我們就看看Dots Sweeping有什麼小故事去聽聽 Dots Sweeping originated with the ancient ritual of epidemic elimination 以前的大掃取其實是一個古代的儀式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消除一些疫症的病 正正如我們今天還在面對COVID-19 我都很希望COVID-19過了今年的農曆新年就會被消除 就會被消滅了 因為都知道COVID-19令到大家都很慘 又不能去旅行 日常的生活又受到很大的影響 It's a kind of year-end cleaning to prepare for Chinese New Year 是一種年尾準備的方法是為了農曆新年 It can be done on the 12th lunar month 可以在農曆十二月的時候做 Any time between the 23rd and the New Year's Eve 在農曆十二月什麼時候做呢? 我們中國人就有句狼狼上口的說話 年廿八洗腦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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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腦撻 對了 那麼 是不是就是年廿八才做呢? 通常都不是的 就以松松哥哥家為例 我媽媽都會在年廿八之前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大掃取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都有說到 其實大掃取在年廿三到年三十之間 都是可以做的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Dust Sweeping 大掃取 不知道今年你們又完成了大掃取沒有呢? 可以留言和我分享 明天第二集就會有其他的故事再和大家分享 大家記得留意啦 拜拜